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美举啊 叫Inam 那我在这里呢已经新建好了一个包 然后在包里面新建好了一个类 什么是美举呢 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些固定的东西 像四季啊 一年只会有四季 春夏秋冬 别的不会有了 那这些东西呢 在Java里面啊 可以用美举去来表现它 那比如说 我想在这个代码里面 使用美举去来表现四季 可以这样写 PublicInam Season 季节 之后呢拿一个大括号 在大括号里面写上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吧 春天是Spring啊 以兜号隔开 夏天Summer 秋天Autumn 冬天是Winter啊 这样呢 我就定义好了一个美举类型 之后呢 我要想在别地方使用它的话 可以直接通过 Season.dear的方式啊 去使用里面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 比如在这个地方 我想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春天 我可以这么写 Season.春天 Spring 之后呢 来执行一下 那这里呢 就打印出了Spring啊 那注意啊 这个美举啊 是JDK5之后啊 JDK5之后加入的一个类型 之前是没有的 那除了使用这个美举 可以表现出来一些固定的内容 我们还可以这样 自己去定义一个类 我们来定义一个长量类啊 那在开发中呢 有的项目里面啊 也会这样去定义一些长量啊 就是我们去定义一个长量的类 长量类 在这个类里面呢 我们来声明几个 Public Static Final的啊 同样咱们也来一个四季吧 Spring Spring 注意把它改成大写的啊 快键Ctrl Shift加X啊 可以把英文字母呢 快速的改改成大写的啊 之后呢 我就把它拷贝一下啊 拷贝四个 春天啊 夏天 Summer 改成大写的 Summer 然后是Autumn 拷贝一下 您贴过来 就是Winter 那定义好长量类之后啊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同样是想在使用它的地方啊 直接通过类名点 属性名的方法啊 就可以使用它了 Constant 对啊 咱们这里打印一个夏天吧 Summer啊 那这样也没有问题 那这两种方式啊 都可以啊 开发当中 你用哪种方式都可以 不过呀 好像在我经历的项目里面啊 使用这种方式的多一些啊 就是自己定义一个长量类 在这个类里面啊 把一些长量都写进来啊 我记得一下 谢谢观看